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海我们这次去了应该是五名骑手吧 职业骑手有张强 乔治健 而业余骑手有我和王称 随后还有宋一文是作为女骑手 宋一文也曾经获得过全国女子大学生的前三名 应该从综合实力上讲应该是我们稍优势一点 在之前比赛中我们是五胜一负 而悉尼对战士还没有取得胜利 但这一盘棋 悉尼应该说在主场下出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他们的第二棒 他们的一个中盘有安永吉 安永吉是一个韩国的职业八段骑手 曾经多次战胜李世十九段 而且都是在李世全胜的时候 即使到了澳洲以后 依然保持非常强的实力 从这盘其中 我们就可以充分看到它的一个实力吧 首先这个布局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应该说是最老的一个定势 但现在棋又有了新的理解 按照这个来说 现在的大雪崩应该说在棋谱上非常少见 因为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棋打吃一虎 现在都被认为是黑棋满意的一个局面 所以白棋这部长越来越少见 在传统的一些理念中 大雪崩 春增腰刀和大鞋千变 现在渐渐都被倒汰了 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事情吧 但围棋就是现在这样不断的进步着 谁都没有想到点三三会有这么多的变化 而现在又有了新的很多套路 同时小雪崩是最少被淘汰的 这个定势就普遍认为在没有一些配置 已经不是特定的场合下都不太满意 而现在走这个压这个的下方也少见 因为黑棋打吃了已经是足够满意了 实际上白棋立 黑棋长 白棋走 黑棋长 白棋走 这排其实是进行于2018年的7月份 印象很深刻 7月14号下的 当时这排其实在这排棋之前 我棋下的确实比较少 因为对这一代的新变化也不了解 实际上我还是按照老定式在下 老定式这棋是必须要加一个 这首棋召到了队友张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批评吧 结果我们思想里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他就对着这种棋啊 尤其他对AI的研究非常深刻 我没有下这部 他在后跟我说 这AI至少要降10个点 胜率要降10% 为什么呢 因为电脑认为这个下法力 就是实战我们就是这么下的 按照我们传统人类的一个理解 觉得这招拐并不是特别着急 也不是特别大 但电脑一直用这手棋特别特别大 像将来这手搜刮很舒服 这白棋脚上没多少木棋 而相比之下如果白棋飞出来 那就要满意很多 因为这盘棋同时也有很多的一个现场讲解 也令我印象深刻 下到这个时候 解说已经开始 我们正好可以再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 这盘棋是在悉尼的20公园举行 20匹克公园举行 应该说是特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以前以为 包括我们在参加一些世界英语危机警标赛的时候 总是认为悉尼下棋的那个华裔或者韩裔的比较多一点 而金发币人的老外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而那天确实大大出乎了我们意料之外 共有500多人来观战 中国人当然是中国韩国人肯定是非常多的一部分 但同样也有很多小老外 他们就有的是甚至是刚刚启蒙 有的具有一定的棋力 但那天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这个陈文联到南半球的这第一次 确实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吧 然后很多小朋友还有一些讲座 正好做了一些推广和普及的一个讲座 因此在整个就像一个维基嘉年华一样 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继续回到实战中 实战白旗拆 我当时觉得下棋的时候 我觉得还自我感觉挺好的 因为我并不知道有AI现在有这样一个定论 因为我觉得胜负肯定不会在这 这样下的话 尤其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然后实战黑旗大飞手脚 白旗低挂 最少的时候看到大飞手脚都是高挂 但现在高挂就已经很少见了 这也是维基的一个进步中吧 黑旗三间低加 白旗飞压 黑旗爬 这个爬一直特别不受到AI的一种认可 它电脑看到这种其实只有是冲动 我看他特别不喜欢爬 只有冲动 黑旗走 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战斗 白旗小接一个 靠住 白旗在跳出 黑旗也在一跳 这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战斗 电脑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下 这个爬太委屈 下的人尤其有了家机以后 这个爬下的人确实比较不太肯 但确实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走完以后 我们以前只要是白旗争子有力 都特别喜欢拖 几乎就是美盘只要争子有力 现在争子不力没法拖 就假设我们拿掉几个子 只要白旗争子有力的话 就一定要想拖 但现在这部拖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黑旗可以冲 白旗冲 黑旗这时只要搬这个 白旗好像已经是亏了 其实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已经是亏了 黑旗得到实地 关键黑旗比白旗要厚 电脑认为这部靠的下法不可取 拖33的下法不可取 因此把这个拖33也给淘汰了 但他又特别喜欢飞压 他觉得这部无需要拖33 这已经便宜 实际上白旗坚冲 坚冲其实AI很推荐这部棋 但其实并不是AI发明的 在电脑出现之前 很多棋手就觉得这部坚冲不错 以前也有打入的 这一代其实在当时21世纪初吧 大家对这一代的变化 其实研究的很透彻 比如说HX2 白旗小坚 然后H再飞 白旗小坚 大家对这一代的变化 其实摆的很多 HX比如说走这个 白旗再连扳 然后走这个 白旗 坚 踢 然后最早的时候 我们下的时候都是走 或者走 拐 但电脑认为这起 白旗只要打吃一下 黑旗只要吃不住这块白旗 黑旗就不太好 所以各种各样的变化出现以后 大家对旗的一个理解就不一样 所以白旗这部尖冲 是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下法 而电脑也比较认可 但据说当时在那个研究席上 张强对这里已经是没有心思再看了 他是一个对AI 是个非常刻苦的职业骑手 非常厉害 骑也非常厉害 尤其布局 很有功力 现在有了AI以后 他几乎跑了绝大多数的一个变化 所以应该说是对这个旗啊 他只要觉得你这个明显亏了 觉得我这里亏得特别厉害 他一直对这里耿耿于怀 然后走这个 长 贴 这个扳要紧 白旗这时候扳也可以 这时候把黑旗旗扳的话 白旗贴下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黑旗扳把这要粘 黑旗如果长 白旗就断 黑旗虎 大致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战斗性的局面 黑旗所以白旗就跳 这其实也是白旗比较有趣的一个格局 很开放 这个变化很多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格局 就不是特别死板 大家这种比着木树啊怎么样 比着木树我扣木确实不太好 像这种比较开放 又不是特别乱 头绪比较好找的气 我比较喜欢一点 实际上 走这个 黑旗走的时候 我扳 黑旗这时不能再扳 再扳白旗更要连扳 断的话白旗一沾 这两个交换不便宜 所以既然就无法避免战斗 如果长的话白旗就压 黑旗再走 这白旗压总能压到 压了盖住 这其实黑旗也要想开点 我们旗有这段下旗的时候 觉得可能自己不太擅长战斗 所以因此啊 想避开战斗 其实战斗是避免不了的 像这种局面 你会发现你这不打出来 你这旗没法下 那既然你战斗避免不了 那还不如趁自己有力的时候 发动这场战斗 断 白旗长 先把这个口子封住 因为白旗本身这两手旗 对这一代还是有价值的 那然后大家就把焦点转移到这里 随后黑旗这部跳的旗型上 出现了一个问题 跳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黑旗更好的选择 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紧住白旗的气 拐 白旗如果跳 黑旗飞 这也是一个乱战的格局 白旗黑旗长 这白旗估计接下来估计会跳 所以黑旗在小街 或者在跟着跳 这其实黑旗也不怕 因为黑旗这基本上也安定了 白旗如果要付出很大代价 比如说什么靠啊 这个靠海啊 比如说要什么碰啊 这样强行阻断 黑旗拆个一就活了 那黑旗白旗也可能考虑 这一些系列的狭法 走这个 那加固自己 这也是有可能会考虑的 而黑旗飞也是一招旗 白旗有可能也是先往这里动脑筋 也有可能就跟着先跳 这些下法都是可以 跳这个也是可以 黑旗如果长 白旗再跳这个 黑旗长的话 白旗就跳出 这也会形成一盘乱战 之后白旗可能考虑要在这里找机会 比如说点一下顶啊 这按照以前来说 这是一个大俗手 但现在认为白旗都走在外面的话 对自己眼形也是有帮助 可以考虑先往这里动点脑筋 比如说这样的时候断一下 是一个硬手 黑旗如果吃白旗再压一下之类的 将来有可能会直接从这里开始攻击 但无论如何黑旗的选择 应该是限于拐或者飞 长的话多少一些无理 被白旗贴下的话 黑旗杀旗不利 黑旗如果扳 白旗扳 黑旗如果沾的话 白旗一跳 这个黑旗要杀过白旗太难 白旗都走外面 白旗再一跳 这个或者飞 这个啥旗黑旗太勉强 尤其就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断呢 白旗就算上当 当然这是假装上当啊 走这个被滚成一个大头鬼 但黑旗滚完以后心情尽管愉快 但接下来这三子就无疾而终了 黑旗只能弃了 那这个白旗这个效率太高 黑旗其实如果首歌的话 白旗在这里提掉了黑旗三个子 这也有三个 如果拿掉六如果这三个拿掉的话 白旗要拿掉六手旗 这五个拿完以后 本身这块白旗的效率就很高 关键还有一手旗在外面 白旗还省掉一手旗 那这个就等于黑旗这还死了一个子在里面 本身这样的一个图都应该是白旗不错 关键黑旗还有个子在里面死在里面 这个就是黑旗亏多了 所以这三个子这个长是不可取的 但实在黑旗这部跳是有一定的问题 跳在骑行上出现的问题 马上受到了一定要惩罚 白旗走这 接下来黑旗就有些为难 黑旗从骑行的角度讲 因为有这个冲段 随时要防这个冲段 从骑行的角度讲 小肩更好一点 但小肩的话对白旗压力不够 白旗再跳出 那如果这两个像和这两个像比 那差的有点多 差的有点多 这两个子本身黑旗飞 白旗跳黑旗最简单可以飞出 而现在只是这样 随时有可能被白旗靠下 这差的有点多 所以黑旗爬坚持 给白旗压力 白旗双 跳也是可以靠双 双主要是想强调后续手段 如果黑旗跟着长的话 白旗就打吃了飞的手段 这两个子被吃了 有点受不了 所以黑旗实际上长这个 白旗一扳 黑旗一扳 这个时候这步旗 白旗走完这个 再一段 这应该说黑旗损失惨重 首先白旗这时 两边断哪个 其实都不错 断这个黑旗 估计会转身 然后黑旗就把这个做活 或者接一个做活 这个可能没有白旗 这个段更简明一点 实际上白旗吃完以后 局后我们根据电脑的胜率来看 下完这个局部 白旗刚起步的胜率应该在55左右 白旗是要好一点 下完这个时候 白旗只剩了45 40 23的样子 加了十多个点 但下到这个时候 白旗应该已经是80多了 吃掉这三个子的收获 还是非常明显 这个局部黑旗 亏得有点厉害 黑旗管非常大 白旗走一个 黑旗捡点 坚定尽管大 但这个时候更关键 还是应该往中间走 比如把这个白旗照住 本身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照住以后有搜刮 实际上白旗很从容 这确实也是电脑第一推荐 走完这个以后 白旗应该说明显占据全局的主动 黑旗 逼住 实际上白旗拆一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旗 同时白旗如果从简明的角度下 非一个也是可以考虑 这应该说是 都是比较简明的 这至此第一节的结束 其实我们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下完旗以后包括我们整体认为这旗白旗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甚至说应该说赢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张强更多的跟我讨论是这里的一个下方 他跟我说这家他实在不喜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执着的旗手 就一再给我加这个 他认为这家跟这里亏的差不多 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 他也是个人的一个偏好吧 然后这个局面下 对方第二阶段换上了安永吉 而我们是向张强 一起贴 这第一手旗感觉就下的比较有功力 先把这个 他觉得中间的潜力比边边角角要大 所以白旗这手拆 拆的稍微过了一点 可能也是我们一个心态 有些过于放松 在这个局面下觉得 这盘棋是不是我们 那个推广和普及的意义 已经大于比赛本身 这比赛可能我们赢下并不难 但实际上这个一放松 这棋就明显有些不太对 这从正常讲 白旗应该拆这个和拆这个比较好 这个拆的有点过 首先黑旗加好棋 加是贴完以后留下的手动 首先白旗不太愿意走这个 走这个会先手 黑旗先手便宜 走这个白旗就只能补 这几下交换未见的便宜 所以白旗感觉上 还是应该飞一个或者尖一个 实际上白旗选择尖 可能飞一个更好一点 实际上选择 黑旗尖冲好吃 安永吉几乎上场以后 他的年龄应该是80年出生 年轻快40岁的老将 而且到了澳洲 澳洲在他去的时候 应该还是一个维持的一个沙漠吧 下棋人并不多 跟韩国中韩根本没法比 他长期没有一个比赛竞技的一个环境吧 所以大家都认为可能 他历史上到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峰 但现在这个这么多年没有下棋 池还行不行 但他很好地给了几只回忆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 白旗实际上这棋不好下 爬的话黑旗一跳 很难受啊 这个白旗 这里要防 黑旗就一虎 如果要连这个的 黑旗就竖一下 这个子被割了也受不了 白旗先中庸一下 飞 黑旗一跳 白旗走 黑旗坚顶 硬生生地滑开一道口子 所以又一飞 下得非常精彩这次 扩张这里的模样 白旗没有心情往这走起 往这走 走一个亏一个 因为你都走在里边 而黑旗这个压还是先手 黑旗都走在外边 这里和外的交换是不可取的 这是选择一个以实地至上 点 白旗也可以考虑靠 实在点也是很凶狠的下方 黑旗小节 白旗搬 其实从简明的角度 白旗粘一个更好一点 粘一个 实在搬完以后 被粘到黑旗搬下有点薄 粘的话更简明 这只 逼住白旗 方向很好 白旗走 黑旗压住 这招招都很限功力 首先把白旗根给搜了 随后把自己连后 一方面稳住局势 拉长战线 这其实从道理上讲 白旗优势 前面的优势更多于一些势 从木树上讲也好 实地后市都 实地后保都领先 但现在这里走完以后 黑旗渐渐也把自己下厚了 白旗吃一个 也是全盘最大的一个地方 先捞一笔 黑旗开始攻击白旗 走这个 尖 这黑旗的招法 这盘旗我觉得安永吉 下得非常的好 当然有可能是 本来别人的实力就非常强 下非常好 走这个再挡下 一方面阻断 开始攻击这个白旗 另外一方面 瞄着这里的搜刮 这时确实需要动 好好动些脑筋 靠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觉得这起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木树 这里如果算黑旗点 白旗走 这可以这样定型 黑旗就算拐过 白旗走 黑旗当然有这种点的手段 点的话 白旗估计只能靠 走这个的话 黑旗跳是一样的 就是靠 走 黑旗可以留下吃两子的一个手法 这里其实要点木的话 黑旗这里还上面 有一木半的价值 这如果扑掉的话 黑旗有四木 白旗是三木 因为白旗扑了一下 黑旗多一木 就多两木半 如果被白旗提掉的话 一二 白旗是七木 黑旗是一木半 黑旗是一木半 五木半 五木半 白旗是点五木半 而黑旗刚才是两木半的一个价值 五木半加两木半 折中一下 就等于是两木 这块旗白旗只能点两木 黑旗不点木 白旗点两木 而这里可以基本开车这样的一个手 黑旗扳 白旗一吼 白旗七八木旗 或者飞了一跳 七木旗 点七木旗没问题 九木 这里的话 应该是白旗一个基本空 十一 十三 二十一 二二三 二十四 二十五木旗 应该没问题 这里由于白旗如果算粘上的话 二六七 二八六 三四 三四 三七 三八 白旗将就有四十木左右的价值 半 增加了一点变数 我们可以看出 全盘来看 白旗有四十木左右 而黑旗呢 黑旗这里算白旗 沾黑旗虎 五六七 八九十 十一 二一二 二三四 二十五 然后这块 三十五 三十五再加黑旗的一些潜力 中间潜力 应该说目前还是白旗优势的一个局面 但黑旗 由于白旗产生了孤旗 而黑旗这里也有些借用 这里也就多了这个斑的变化 所以比想象中要接近很多 比刚才白旗明显的优势的一个局面 应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综合下来其实白旗并没有下什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稍微拆过了一点 拆过了一点 然后另外这个斑 突生了一些变化 其他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 但不得不说 确实黑旗下的非常的出色 白旗 依然在攻击 再顶 由于白旗这块是没有处理好 白旗不敢反击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旗再一段或者一反扳 这白旗很有可能被缠进去 如果白旗都要走着 黑旗就跟着贴 这反而这旗 有点生死之鱼 这不能被扳 一般有点受不了 但不扳如果再跟着走的话 这旗很危险 所以这顶又是下的特别好 特别有时机 白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旗就算靠 这多两个先手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白旗考虑一下以后 白旗只能先把这个补了 这个确实 这一个下的非常出色 黑旗再掉一下 开始经营中央 再一靠 一靠以后 白旗实在没有心思再跟着硬了 如果再跟着硬 黑旗是什么 在一长啊 一段 甚至这里 圆圆圆还是要瞄着这块攻击 只要出现了这个 估计啊 这旗就是变数要多很多 这个时候白旗选择了飞 其实白旗可以考虑出这里出头 我觉得更好一点 飞多多少少 有些感觉下在价值小的地方 黑旗扳一下 这里走到一手旗 这样 然后再扳这一下 这个局面已经逆转的味道 就是已经有点出现了 但此时白旗还是要冷静下来 白旗实在是加了这个 先确保做活 没想到这个其实他想考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换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时候飞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换人 我们换下了王称 换下了张强 其实张强这盘也是正常发挥吧 但无奈对手发挥的太出色了 黑旗扳 他这部王称是想考验一下对手 如果你走这个 我正好一场 但没想到对手根本就不犹豫 就把这个给占 这手扳价值还是非常的大 如果白旗走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出个头 黑这手扳的价值 大家可以点一下 走这个 白旗可以扳 白旗要靠这个卖活 白旗这是只剩两木齐 而本身走这个 我们也不多算吧 就是将来算小飞 这算 基本上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 这白旗就123456 而黑旗刚才这样的扳的话 白旗只剩两木 这一进处差了四木 黑旗这里差了跟刚才比12345 那这个至少 而且黑旗还多一个硬腿 本来白旗这有个子 现在这个子放到这了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 逆手九木齐的大棺子 逆手九木要相当于后手18木 关键还有后薄 有这个子 那这个价值实在太大 但实在加完以后 他可能觉得 这其实说到时候 看着黑旗安友吉 这样默默的追赶以后 其实作为我们 当时心态方面 也有些变化 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 谈谈一个平常心吧 像这样的一个局部 其实在对方的 一直的默默追赶之下 其实心情方面肯定是 而且尤其把自己 当做一个上手的一个姿态 因为我们这个 尽管是客场打悉尼 但之前毕竟我们是 五胜一负 而对方下六轮还没有赢 总把自己觉得 这盘棋我们应该拿下的 但本来这个围棋的 一个竞技世界 本来一个竞技胜负里面 就从来没有应该赢 这个概念 像这样我们抱着一个包袱吧 把这棋就下得很别扭 尤其对手又出乎 我们意料之外的发挥的好 所以这棋一直眼看着 这个形式拉不开 多少有些着急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平常心下 我们这棋局面并不差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 过于着急 急于求成这一个心态 我们技术 尤其后面的一些下法 多多少少有些变形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实战 实战走完这个了以后 白棋其实就继续立一个 或者甚至跳一个 这棋都是还可以的棋 但实战白棋 王成也想给对手施压 断一个 想给对手继续施压 往这断 看你赶不赶走 赶走我就想气了 我把这个脚上气了 我抢了这个长的先手 但对手很冷静 往这里走 这个时候 王成发现这个问题 好像比较严重了 如果继续 要争回面子 继续往这下 那黑棋再一长 这一长几乎是命令型的 甚至黑棋可以打 甚至长都可以 长白棋这块就很微强 而且将来黑棋这个吃是先手 黑棋将来 再这么搜刮的话 白棋立的说 黑棋就不会沾了 而会吃在这 那这个白棋 这块棋又很危险 而且这两个字 你走两个 没有明确意义 将来往外跑 黑棋往这一顶 这反而成了 白棋的一个包袱 然后这个时候 王成没有办法 只能再抢回这个 被黑棋再打回来 那这个一串的下方 这里亏损非常严重 按电脑看看 这降了将近三十个点 这个下方 等于白白亏了这一下 走 黑棋打吃 黑棋挡 白棋就等于花了一首旗 吃了这个子 是一个残子 然后黑棋把这里全下后 一场以后 我们发现这一代战斗 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吧 本身黑棋靠 然后白棋上面是白棋一块空 白棋只需要把这块棋处理好 就已经优势了 现在非但这块棋 只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加固 而上面又出现了一块固棋 而这块固棋还特别危险 甚至黑棋直接吃 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白棋飞 你看这个暗用级的骑形啊 确实吓得非常出色 跳一个 白棋顶 这个上面现在局部还是不活的 黑棋跳一个 这就已经是明显就死了 关键这个跳完以后 这个眼我们看一下 这黑棋好像走完以后 白棋只有半个眼 黑棋还有尖 这白棋上面只剩半个眼 白棋能不能靠呢 靠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下法 黑棋走白棋直 但黑棋可以先往这走一个 如果加拿真的要杀的话 先走这个 再跳 白棋如果靠的话 黑棋走这个 这就没有眼了 所以这一代还是 变化还是很复杂 所以黑棋跳也好 走完白棋只能走这个 可以确保一个眼 但这一个眼 尽管黑棋现在直接杀还不行 但这个毕竟白棋没有活 只要黑棋走一个 白棋只是只有一个眼 这块离回家还是很远 况且黑棋这两块棋 可谓是固落金汤 只要稍微多点这里的先手 白棋随时有可能要杀这块 两块固棋就开始要渐渐出问题了 下到这个时候 客观讲 这棋已经是白棋需要拼搏的时候了 因为白棋目数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这块空是白棋本来的一块空 现在黑棋像这种杀 跳一个 不仅是杀 而且同时也是在破你的墓 然而这个时候 一定要其实心态是更重要的 但这个时候显然已经很难稳住了 黑棋靠 真的是越战越勇 他是希望这里多点先手 然后看你怎么硬 你如果硬得比较松 那我如果觉得这里中间的空间足够大 那我就可能选择收扣 把中间呼起来 这棋也赢了 你如果选择要跟我战斗 那我通过战斗 这里如果多一排子 那随时有可能杀你 白棋搬 黑棋一反搬 由于白棋这块棋没有活 白棋根本没有办法放开手脚 跟黑棋在这一战 考虑再三以后 王城选择先做活一块 然后再堵这块棋生死 这个下法肯定也是 有些有些问题 这个走完以后 这个被黑棋惩罚的很厉害 但黑棋其实我觉得打吃一个 这收一收 其实黑棋也已经还可以 将来把这个收住 黑棋这收 黑棋有这个收的空的办法 先虎一下再一靠 这一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法 这能把这里玩封住 这样的话其实 白棋这个空的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打吃 可能是安永吉安老师 下的应该是 也下的兴起了 走这个 黑棋打吃 白棋长 黑棋站 实际上白棋这里面临的一个选择 从安全的角度讲 白棋只能是贴这个 随后黑棋可以选择 黑棋有可能是走这个 拿白棋走这个 黑棋贴回 白棋走这个 但贴回白棋其实有断 所以黑棋估计会挡这个 白走 黑棋再把这个封住或压住 收空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黑棋这部顶势先手 这将来虎或者这个东西 再压住 中间收获还是非常大 但作为白棋来讲 还是应该耐住性情 慢慢下 不要着急 实际上白棋又选择一步拼搏 这一步拼搏 一下子把这个局面彻底的下崩了 这个 从现在的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下完棋我们的复盘 以后觉得这部棋其实挺不可思议的 客观假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这棋 鹿死水手还很难说 只要他当时一直觉得这棋久攻不下 就一直怎么样 怎么跟悉尼队下到现在还没有优势 这种心态其实完全要不得 黑棋走这个棋 其实黑棋也挺麻的 走完这个 白棋还能断 对吧 这个断黑棋就很痛苦 黑棋不能打吃 打吃白棋一长 黑棋就崩了 黑只能吼 吼白棋就慢慢一个跟着走都可以 就一个走出去 然后再把这个吃了也可以 这其实白棋的选择还是挺多的 实际上点这只棒 黑棋不用考虑了 走 白再冲 黑棋可以顶住 那当时这个顶显然是不成立的 白棋要跟着走 白棋一爬 黑棋这就已经没有办法抵挡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一断 黑棋走 白棋可以把黑棋打死 这就是一个保留的巧妙 先走完这个 白棋可以先贴一下 黑棋如果走 白棋再把这个点回来点死 这只不让黑棋毫无收获 但先走了这个次序以后 看上去很凶狠 但实际上在冲的时候 黑棋可以完全顶住 这一个顶以后 这问题一下子就又严重了 整块其实白棋在没有明显 木树收获的情况下 又出现这块棋甚至出现一点死活问题 当时在我们在厂下说已经有点惊呆了 看到这个变化 贴 白棋搬 走 当务之急还是要做活 这时黑棋已经是越占越勇 这一代白棋 尽管有棋 确实有棋 白棋比如说先棋 黑棋粘 白棋长 但现在操作起来很难 再一冲 首先黑棋有可能先是把这个给挡下 你走这我将来是活棋 这局部是活棋 再给黑棋这加一刀 这白棋有点吃不大消 另外就算走成这样的话 这样白棋不太行 这样黑棋不太行 黑棋只能走这个 但这个时候不好操作 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死 但作为白棋来说 应该还是要先下掉 先把这个两个下掉 当时已经是有点乱了 选择这部跳 跳完以后 这其实真正的问题 黑棋继续不依不饶 搬 冲 走 白棋下已经长掉 黑棋一沾 这个时候下到141手 正好是进入了一个 第二次的一个技术站体 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其实这五分钟 客观讲如果把这盘棋 重新放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棋论棋来讲 这棋白棋棋是很危险很危险了 但接下来就是一个 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敢不敢沾 沾的话 黑棋毫无疑问必然是断 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考验 一个心理的情况下 如果不沾的话 客观讲这个站的 比如说虎一个 被黑棋这两个抓了 客观讲这一个 确实已经实在太难下 走完以后 这一串走完 亏了十多木棋 然后两块枯棋都还没 这块活了 这块枯棋还要连回家 木树也不优势 但如果沾的话 可能能拼到圣机 但实际上这棋 迎面很小 其实说到这个 其实特别考验一个心理状态吧 我们正好也可以聊聊 当时的一个心情状态 对方现在下完以后 只肯定接下来一棒 肯定要上本土的业余女棋手 对方因为也只有这一名队员 肯定要上 对方一般女棋手 安永吉 好消息是安永吉已经下完了 对方最强的安永吉已经下完了 但现在女棋手或许给我们一些机会 我们到底是拉长战线下 还是跟他在这里一决生死下 这确实是一个特别难做的一个抉择 当时我们在这五分钟之内 过得觉得非常的快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 有的人为这棋还是拉长收官 我们官子 我们还有两名棋手可以选择 一个是乔治健 这是一个非常善于脚 非常善于战斗的一个棋手 另外一个是宋一文 也是非常具有实力一名女棋手 应该实力上面都占有上风 但其实客观讲 这个棋已经是劣势了 这可能劣势 劣势 而且是非常比较明显的一个劣势 甚至是必须要拼的一个状态了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确实是我们赛前所始料危急的 所以也是赛前准备 思想的一个准备也做得不够充分 但在这个时候也没办法 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经过我们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吧 甚至我们意见也不同意 我们有的认为这棋必须要决一胜死 有的认为还是应该慢慢收官 然后我们决定先上乔治健 因为乔治健著名的是特别能搅 在烈士下特别容易翻盘 这是这名棋手的一个特点 我们决定是上这个 然后制定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决战的下方 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出现了一个小意外 王称在操作换了的情况下 点错了 不小心把苏一文给换上了 然后苏一文当时就出于一种 一脸懵的状态下就上场了 这个又给我们是雪上将双 所以我们看一下实战 开始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些故事 按照我们的计划 白棋是要沾这个 其实另外一个选择是白棋可以冲这个 冲这个是黑棋英手是不错的一招棋 黑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如果是虎走这个就上当了 白棋一虎就绝对先手 再一沾 这样的话 黑棋攻击失败 这样白棋反而要赢了 但黑棋最好的走法是走这个 白棋再冲继续考验黑棋 如果走这个的话又上到了 白棋一虎 尽管很难受啊 这个骑行根本是一塌糊涂 但这样的话容易密到射击 白棋一沾 黑棋走 白棋一沾 黑棋吃将来还是有隐患的 因为将来白棋一冲 这黑棋只能走这 白棋挡下 这还是有收获的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个其实双方就要决战了 总之黑棋走白棋一跳 这罗说黑棋有把握吃掉白棋 这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 甚至还有这个走 白棋并不好啥 因为黑棋自身也不厚 那黑棋只能退 退完以后 可能即使这样 我觉得也应该把先手 把这两下冲掉以后再斩 即使再决战也应该这样 甚至白棋有可能考虑是可以走这个题 然后在这一跳之类的 这个黑棋要阻动因为自身还这里欠一招棋 这样下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行为 实际上苏英文因为 他在当时听的时候 主要出于一种收听和一种出谋划策的一个状态 并没有做好一个上场准备 他走一段 以后还是有点懵 他这棋确实怎么下很困难 白棋实际上我们是先冲了一下 后再断 其实应该再冲一下 一段 随后这一招棋已经是完全出于一只不知所有的状态 扑 这不能指望别人犯这个错误吧 走到这一顶确实活了 但黑棋一团以后 这真的叫 真的是雪煞将霜了 走完以后这棋发现这块又要出问题了 这块黑棋随便冲断就可以吃 断打都可以吃另外一遍 另外还有家之类的下饭 甚至黑棋一搬 白棋也不知道已经不知道走哪了 这个走完以后 但没有办法 不可能再补了 再补再尝一个全死光 然后白棋先冲断 继续制造混乱 而对手这个时候 因为这名女棋手也是非常年轻的 叫小宋 那个他确实也是第一次下这个陈威廉 尽管实力非常有 但下这个确实很紧张 陈威廉一般来说比个人赛要紧张很多 尤其上台那名棋手 也是处于比较懵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走白棋扑的时候 对手看他在想 那个悉尼队看他在想 就叫了一个暂停 然后走了两步以后又叫了一个暂停 一冲 黑棋一扳 白棋一段 又叫了一个暂停 这个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叫暂停 一段以后 黑棋接了这个 黑棋只要接了一个 又是叫了一个 这其实黑棋 其实最简单一下 黑棋往这长一个 白棋我觉得恐怕已经很难逆转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首先白棋要活的话 只能这么活 挤了爬这下都不一定爬得到 爬这下黑棋都有可能立下 那白棋如果爬 看黑棋 白先爬这个可能好一点 但这个 走完这个局部应该是活了 因为走完这个白棋可以小尖 真的是活得非常委屈 快去黑棋还可以动点脑筋 比如说先扑一个 考验一下 再扑一个 所以再冲断 这真的是被搜刮特别惨 像再提 在黑棋可以再打吃一下 再提 白棋小尖的时候 黑棋可以杀 黑棋打吃 这白棋气不够 走这 黑棋打吃 这白棋明显慢一气 黑棋收 白棋收 黑棋打吃 沾 白棋只有三起 黑棋也三起 像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明的图 况且即使黑棋忍一忍 把这块棋吃了 这也是足够胜利 下法确实太多了 然后实战 黑棋挡住 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这因为 即使现在跟着下 因为我们这个 宋英文上场以后 他必须要下满 二十步棋以后 才能换下 因为他是女棋手 陈威廉规定 必须要下满二十 我们乔治健现在 尽管他特别善于脚 但现在空有一身力气 发挥不上 只能等完二十步棋以后 他再来收 然后冲走这个 白棋断 这说实话 我们已经不知道 这个就是完全都已经 处于不知所云的一个状态 黑棋如果小尖 黑棋实在是小尖的这个 他觉得这步棋是先手 确实也是有道理是先手 这个时候已经处于了白棋 快快都要死的一个状态 首先这块棋要做活 只能要靠先爬到这一下 让黑棋选杀不杀你 第二个就是 这里切着一冲断 冲断断哪吃哪 这都不行 第三这四个子被吃了 肯定也不行 这 第四这块棋也不活 这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黑棋随时一点 这块也死了 大家可以再看两步 走这个 黑棋顶 如果 这简单的一个沙发 搬了一点 这也是一个死的 这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像 就黑棋就像一个猎手一样 全 全场到处都是猎物 就不知道现在吃哪块 吃到任何一块都是优势 但不是盛势 但吃到两块就赢了 白棋现在也不能发力 白棋如果这个打吃出来 想要 卷住黑棋一块 想一举获胜 那显然 天方夜谭 黑棋长 先把你这吃了 你不能走 走背一断 肯定先断死了 沾 这黑棋就特别简单 冲 走 一断 如果吃这个 那黑棋就把这个给吃了 黑棋活了以后 白棋这块还不活 同时这块也死了 这四个基本上已经死了 那这怎么办 这个反击也不成立 实在已经想不出办法 白棋其实要如果做活的话 只能往这想办法 比如说白棋只能先把这个先爬一下 趁黑棋还看不清的时候 其实黑棋 这棋走一个也看特别清楚 白棋走黑棋打死 也特别简单 甚至其实黑棋放活 就把这连上放活 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变化 先铺一下 铺白是不能粘 其实黑棋这其实也不用需要铺了 就把这个冲断 这就一路 黑棋进行一路搜刮以后 白棋只能自补 因为没有这个先手 黑棋把这挡一挡 然后把这个收一收 这黑棋 甚至就先把这个点死 这其实白棋已经很难逆转 我们可以看一下木树 白棋这个九木棋 白棋这里木树 只是从这里一个角和这里的木树 转移到这里 然后17 18 20 22 23 28 29 35 6木棋 然后白棋如果要补这个的话 黑棋还能收这个 很苦 如果收这个的话 白棋中间再加 黑棋中间再加一刀 黑棋光这里 12 17 18 22 22 32 35 10 中间都是白多的 那白多中间这点木 那总是黑棋要赢了 即使乔治剑再强 对方的小女孩可能再紧张 这次也不可能输了 其实所以 苏英文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也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吧 沾了这个 他咬咬牙 先把这个给沾上 先补一刀 希望黑棋 黑棋固执 他预知黑棋固执会走这个 中间补一个 比如说中间这样补一个 那白棋他再想办法考虑这个怎么做活 其实这个已经是活不掉了 可能也只能弃了吧 走这个 白棋先挤一下木树好一点 黑棋如果立下 白棋冲 黑棋就把这个吃了 那白棋 这东西没有变化了 这也没有变化 黑棋算 或者补在这把这个吃了吧 白棋只能做活 黑棋再把这个 做走一走 这应该也是 黑棋盛世的一排棋 把这个一收 这款是 毕竟全白吃了 有五十 十一三十七三 三九四十 五十 这中间就将近六十摩 就算白棋粘到这七 七十二三木棋 白棋的木并没有增加 这个也是白棋一个败局吧 但这个时候可能是 那个选择 黑棋选择实在太多 然后他们又在这里叫了第三次的一个暂停 但这个时候其实黑棋的一个时间已经非常紧了 在这犹豫了很长时间以后 第三次暂停叫的时候 黑棋不小心超时了 我们赢了这盘棋 能提前三轮出现 确实值得高兴这件事 但从这盘棋的内容上讲 无疑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到很尴尬 这其实应该说是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就是因为一些思想准备做的不充分 然后陈威廉又不是一个人下棋 有很多的一些大家思路的一个不统一 造成这盘棋大失水准吧 下得很不理想 但这盘棋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 至少我们上海中国天营和悉尼联盟队 一起在南半球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成维联赛时 为当地的维持的推广和普及 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